在过去的周末 有基金经理朋友亲自到上海车展会场实地考察 并分享所见所闻 其中他们提到新能源车品牌多到眼花乱 性价比极高 尤其是约20万至30万元人民币的价位 中国的新能源车品牌非常具竞争力 内饰和配置方面十分突出 基本上这个价钱的标准配置 已可以达到一两百万元平置的水平 朋友们开探特斯拉Tesla的优势已经愈来愈少 或许指剩下品牌力和略为优秀的科技 但其他方面都开始吸比下去了 配合一些内地汽车媒体的分享 我们不难留意到 今年上海车展已经成为新能源车的天下 现游车几乎成为绝唱 部分品牌如马智达Mosda 港亦曼士德 三陵汽车等的燃油车展台几乎无人问津 存在感极低 传统豪华欧洲品牌 如保马等 亦以全力向新能源车进发 展台上一两燃油车也没有 整个车展最亮眼的品牌莫过于比亚迪 01211 尤其是旗下的新系列 仰望 可为独领风骚 董事长黄全福更是一年出席了多场新品发布会 我们团队早前也亲自到深圳考察不同品牌的零售点 其中包括蔚来 09866 问界 理想 02015 极黑及比亚迪等品牌 往往同一个商场内至少有三至五个品牌在竞争 更黄论传统燃油车也在大幅减价迎战 竞争环境已变红海 文章开手提到The Casler最近也公布了第一季度业绩 股价也在业绩公布后大幅下挫 主要是因为马斯克Elon Musk 明确表示公司将继续追求销量战略 而不是利润率 Tesla在全球各地不断调整价钱 因为他们是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去审视车辆价格 当发现负存上升或者成本下降 将会持续降价去维持需求 为同时会影响车辆总体利润 过去Tesla的竞争力无疑是大幅领先同业 但近年不同厂家的追赶速度很快 例如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体化铸造技术 现在已经广为应用 而4680电池技术也被宁德时代追赶上来了 当Tesla提到4680电池将会年底开始量产 但宁德时代以把低价纳离子电池及长组航麒轮电池量产 甚至在上海车展展出能量密度高达500Wh车线KG的凝聚泰铃电池 比4680电池能量密度高50% 我们认为Tesla要在中国继续复制过往的成功并不容易 因为中国品牌的电动车也是充满竞争力 大家要比拼的权料是品牌、技术、服务等领域 最重要的因素是价格 现在市场处于红海竞争阶段 相信所有车厂的利润率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尤其是哪些产能和销量还未上去的品牌 未来市场将会有一个整合潮 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才是最终赢家